近年来 我国在军事 经济 科技等领域 都有了取得一系列让人振奋人心的成就 随着时代的变革 我们见证了中国的强大 目睹了中国的崛起 而在航天领域 我国更是屡创佳绩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强大 看到了沉睡的东方巨龙已经苏醒 同时也赢得了很多国家的高度认可 伴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逐渐强大 中国也以一个发展大国的身份 重新站在了国际前沿 而近日 我国航天卫星风云三号异星 却拍出了高精度太阳系的图像 极大摆脱了我国在气象研究领域 对西方资料的依赖性 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消息报道 近日 我国被称为黎明星的风云三号异星 发布了首批高精度太阳图像 该卫星将日缅数天内的变化清晰地捕捉 甚至于缅冻也清晰可见 报道称 风云三号异星 是我国在今年7月初成功发射的一颗卫星 于7月下旬正常入轨进行工作 该卫星用于太阳系活动 日缅动 药班等领域的监测 此外 还可以对地球 三位大气 夜间微光等重要信息进行监测 而此次拍摄出的太阳图像 为我国空间天气预警 气候变化的监测提供了游历的科学依据 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 虽说中国如今在航天领域的成就尤为显著 但是跟美国和俄罗斯相比 由于起步要晚于这两个国家 所以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 不过 像这次风云三号异星 拍出了完整的高精度的太阳图像 就很好地弥补了在这一领域的空缺 我国将在开展空间天气的预报业务时 更加自主可控 可以完全摆脱对西方资料的依赖性 总之 这次一星能够拍出精确清晰的太阳图像 就说明中国在这项领域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征程 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 我国能在更多研究领域都能取得很好的硕果 并且逐渐与西方国家调换位置 让其对我国产生依赖 就类似于在经济领域已经有很多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对中国产生了依赖 如果我们能在军事科技领域都能让更多的国家产生依赖的话 那中国必定能够成为一个比美国强大数倍的超级大国 拜登决定向白宫内部的内鬼宣战 在美国当地时间9月9号 罗多社的消息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向白宫内部的18名军事领域的官员发出命令 要求这18人在当天下午6点前自决辞职日 否则将为白宫正式下令解雇 这18个人中包括了来自美国西点军校 空军学院和海军学院的军事顾问 拜登团队成员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桑基 在当天声称 被点名的18个人 其实都是特朗普时期任命的军事顾问 而且还是即将下台前几周才进行的任命 因此 为了保证拜登政府的一致性 必须将这些人清除 但实际上 在拜登团队眼中 不论有没有证据证明 这些人是内鬼 这些军事顾问 都早已被盯上了异己的标签 不论做什么 都是特朗普安唱的内鬼 有观展示指出 美国目前国内形势混乱 国际战略中 阿富汗战略又彻底崩盘 这种情况下 舆论对拜登的攻击持续不断 此时的美国白宫 急需一个能为整个事件背锅的人 美国军方87名军官 曾联名向拜登施压 要求其解雇国防部长奥斯丁 然而后者是拜登的左膀右臂 即便是为了稳定内部的军心 也不会轻易放弃 因此 这18名所谓的特朗普安唱的内鬼 三而然要被推出来 被这口拜登都不敢碰的黑锅 外界很多人认为 拜登要这18个官员辞职 是排除异己 但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份 拜登的左膀右臂 黑人防掌奥斯丁上位以后 这个工作就已经开始 拜登随上说的是包容 还动不动就要求 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 结果打击一己最凶的 就是这个瞌睡巧了 而且还是摆在台面上的动作 大张旗鼓 毫不掩饰 今年2月初 五角大楼的军事委员会 有数百名成员被撤职 清理 部分还被司法追查 而且基本都是为特朗普 效力过的军事污问 有分析认为 拜登看似清理了一大堆内鬼 但也赶走了大量经验 丰富的顾问团队 同时也出现了一大堆 心怀怨恨的军事人员 到时候 民主共和两派寄予相争 美国只会迎来混乱 撕裂的现实社会 坚固的堡垒 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就下周与拜登政府的高层会谈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 表示将推动两国之间的 国防工业合作 并在更大程度上 获得美国导弹技术 希望美国能对澳大利亚计划的 主权制导武器企业提供支持 应用对大国威胁 想要获得美国的导弹技术 其目的是能够更好的 对从事制导武器研发的相关企业 给予帮助 从而对抗目前与日俱增的威胁 达顿的意思摆明了 就是在拿我国说事 借此搞军事动作 毕竟外界如今都能看出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针对性 这段时间以来 澳大利亚对华动作不断 跟着美国在反华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一副迫不及待 想要登上美国的战车 与该国同行的模样 哪怕是不惜损失自身利益 摇抱上美国大腿 可见对我国的敌意有多深 实际上这并不是澳大利亚方面 第一次拿我国说事了 甚至可以说 这已经是莫里森政府的常态 胡乱石今年三月份 创建制导武器企业 还是去年七月份 澳大利亚政府扩军 都被该国媒体解读为 应对大国威胁 当然应对大国威胁 很可能也是真的 毕竟随着事态的发展 我国与澳大利亚国家 越发紧张 在此背景下 其很可能加大针对力度 而就目前来说 拿我国说事 也是威胁美国的最好办法 一方面 基于澳大利亚在印太战略的重要性 该国特殊的地理位置 就会变得越发重要 另一方面 澳大利亚不是不清楚 自己在美国心中意味着什么 说美国真的想利用其应对 来自亚洲的大国威胁 提供导弹技术 很可能更能推进这些计划 因此一般来说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 美国基本都可以考虑 但话说回来 美国是出了名的自私 如果提供导弹技术给澳大利亚 那美国军工业还怎么赚钱 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澳两国很可能因此事件产生内讧 不分享导弹技术的话 不仅澳大利亚不高兴 美国自己也失去了一个 利用棋子对抗我国的计划 分享的话 澳大利亚是得逞了 但是美国将损失一大笔财富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就分享导弹技术这一时 美澳两国或许都会产生不少矛盾 尽管此次澳大利亚没有明说是冲着谁来的 但是明眼人心里都清楚 只不过利用我国显然是挑错了对手 率先挑事必然自取灭亡 届时别等没解决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 澳大利亚就先被我国痛打了一顿 岂不是有苦说不出 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就一直向盟友强调美国回来了 但是阿富汗面局让盟友意识到 美国还是那个美国 美国这次仓皇撤军 让盟友堆砌领导力和信誉再次产生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盟友们也越来越叛逆 有落井下石的 也有公开敲诈的 前不久韩国全票通过反谷歌法 对美国科技巨头来了一拳重击 之后还把美国生物实验基地告上法庭 其中就包括德特里克堡 而印度干脆耗羊毛 印度国防部近日对十多家国际军火巨头 发出警告 如果这些公司不履行抵较义务 那么他们银行担保可能会被没收 或从预付扣款中扣除 印方已经威胁对一家美国公司下禁令 直接拿美国军火巨头开刀 与此同时 在美军刚从阿富汗撤完之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访问了美国 并寻求加入北约 但是漫天要价似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援助 而在近日 智库机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举办的美非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纪念活动上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那保怨 尽管直面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菲律宾实际上获得的好处 却要少于美国的非条约盟友 他还强调美国不愿向菲律宾提供最先进武器 菲律宾应该得到更多援助和承诺 巧的是同时 澳大利亚也提出了相似的诉求 澳国防部长达顿表示 在对手的胁迫性行为加剧后 美澳同盟至于重要 希望更大程度获得美国导弹技术 能对澳大利亚计划的主权制导武器企业提供支持 此外澳大利亚还要发展包括潜艇 战机 护卫舰等核心军事能力 从更远的距离制衡潜在对手的危险 而更危险要价的则是日本 过去一段时间从幕后走到台前 深入参与甚至主导美国的印太策略 积极拉拢预外国家入局印太 扩张自身军事力量 在一些涉台问题上比美国还偏激 让美国的战略模糊策略相当被动 这种敲诈藏得更深 分析称 日澳印等盟友都似乎都有强烈的动机 接反华敲诈美国 拜登怎么也没想到最先落井下石的是盟友 用一个形容的比喻就是 还没咽气就开始索要遗产 简直就是塑料兄弟情 嘴上是主意 心里全是生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